有位网友发现 旋转的小球落地弹起后居然会反转 另一位网友拍篮球时 也遇到了相同的情况 这个现象令网友疑惑 为什么正转的球弹起来就变成了反转呢 为了寻找答案 我们找来一个画着网格的橡胶冲击小球 让它绕着垂直轴旋转并下落 当小球触地时 地面的压力使旋转的接地面上产生了摩擦力 小球从触地到重心停止下行 都在不断向内挤压行变 使内部气压增大 小球与地面之间的正压力也同步增加 增强的摩擦力首先让接触面转速骤减 而接地面以上的部分 只能通过橡胶错动拉伸的弹力做工 来消耗转动动能 因此小球发生了扭转形变 将转动动能转化为弹性势能 静止后又被弹性牵拉扭转反旋起来 弹起时 不断减小的摩擦力只能消耗部分转动动能 造成小球上行中依然保持了一定的反转速度 这说明小球是通过弹力和摩擦力的相互作用 才在触地时改变了旋转方向 但对一架飞机来说 相似的问题也会发生 比如1953年洛克希德研制的XF104 该机长度16.6米 正常起飞重量9吨半 但翼展却只有6.6米 翼面积即18.2平方米 原来是设计师想通过短翅膀来减小阻力 并利用26度后掠角的梯形机翼升力线斜率较大的特点 让飞机在较小营脚下就能获得足够的胜利 从而进一步减足 同时展现比2.45的平直翼 在1.8至2马赫时 银升阻力系数也小于三角翼 因此相中了这个宽短的机翼 但它面积不足 胜利捉襟见肘 为此就要缩小水平尾翼的面积来减小负胜利 以便给机翼减负 但又要保证平尾的下压力能形成足够的配平力举 因此把水平尾翼挪到垂直尾翼顶上 借此增加平尾到重心的利弊长度 于是弄成了T形尾翼 但这么一坨铁架在垂尾上 导致尾巴的重心过度后移 跑到了垂尾斩向刚心线的后面 于是在灯垛或突风扰动时 垂尾的刚心轴就会因弹性弯曲向一侧偏白 带动重心发生移位 而回正时重心由于惯性 又迟至于刚心运动 导致截面开始绕刚心扭转 回中时扭转角达到最大 此时侧向的气动力让重心继续运动 又推动刚轴反向弯曲 并带动截面反向扭转 扭转角回零时 重心和刚心同时停止 就这样垂尾从一侧弯向了另一侧 接下来他们顾忌重演 不停地弯曲摆动起来 可见垂尾是在气动力作用下 发生了弹性力和惯性力呕合 从而形成字击振动 称为颤震 1955年12月 XF-104的原型机 就是在剧烈的尾翼颤震中 硬生生震掉了尾巴而坠毁 这与小球在摩擦力与弹性力呕合下 出现反转的情形类似 但这个T型尾翼同时 又导致整机重心升高 一旦登舵让飞机侧滑 机身在前侧峰中受到的横侧作用力 就会穿过重心下方 推动机身向偏航的反方向横滚 于是机头跟着偏向另一侧 导致前侧峰又推动机身反向横滚 就这么周而复始的横滚偏航加抚养 变成了滑稽的荷兰滚动作 让里面的人七昏八速 无所适从 而要解决这个和小球反转类似的滚转偶合现象 只能把机翼下反十度 让下沉一侧机翼在转弯侧滑中的影角减小 通过减小两翼升力差 来抑制机身的滚转偶合 但这种用牺牲机翼投影面积来苟且偷生的方法 导致低速转弯时机翼失速 摔死了不少人 同时机身仰角过大 还会让机身和机翼的稳流覆盖尾翼 造成尾翼失速无法配平 飞机会一头磕在地上 因此该机在起降中也摔死了不少人 所以XF104的尾翼和小球相比 不仅能在气动弹性下颤震 还能引起机身像小球一样来回滚转 亦或是自动俯冲 可谓坑爹到家 而可爱的小球 由于没人给它补充转动动能和高度 所以不能来回反转 因此避免了XF104炸击的悲剧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